我都替你们上乎 来 往下74题 你的问题 再一会儿完事之后再问 74题 根据面积计算规范 计算二分之一的面积有 计算二分之一 注意看 二分之一的面积有 就是这个你要注意了 像这种计算一定要看清楚 他问的你是计算 就只要计算二分之一 还是按顶板计算二分之一 还是按照底板计算二分之一 一定要看清楚这个题 这个点 你要你审题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我卷上 位置一定要好 卷好 高度在不足2.2米的单程建筑物 是不是应该计算二分之一面积 是吧 二分之一面积 对不对 静高不足1.2米的坡顶部分 是不是不计算 不计 对吧 层高不足2.2米的地下室 层高不足2.2米的地下室 是不是应该计算二分之一面积 对吧 那么D选项这个选项 有永久性顶盖 无维护结构的建筑物 乍一看是对的吧 但是这个选项叫做太绝对了 明白明白 叫做太 就太绝对了 这这种 啊 这种选项尽量不要选 一个我跟你说 第一个 那个咱们所说这个叫做架空城 咱们所说的架空城 架入中有没有顶二 有顶二吧 有没有维护结构 没有维护结构吧 那它是不是是乘高2.2米级以上计算全面积 乘高2.2米以下才计算二分之一面积 对不对 还有一个什么 就咱们刚才所说的立体车库 立体车库 输库这一部分 它有没有顶二 可以有顶二吧 对吧 有没有维护结构 可不可以有维护设施 是不是得有 可以有 对吧 但是它是不是也是乘高2.2米级以上计算全面积 2.2米以下计算才计算二分之一面积 所以这种叫做什么 太绝对了 尽量不要选 尽量不要选 然后外条宽度不足2.1米的雨盘 是不是不计算 不计 所以这题最好就是选什么A和C 明白了 还有比如说 放在 污面上的一些装饰性构造 有永久性顶盖 无维护结构 比如说梁鹏 花架这一部分 梁鹏 有永久性顶盖 无维护结构 但是它在污面上这种形式的话 它是不计算见着面积 就是说了 地是太绝对了 所以你选AC就行 不要不要选D 啊 哦 不好意思 不是我的 三六点太噁心了 下列各项中 只能按照其投影面积水 投影面积一半计算的有 只能按机按到它的水平投影面积一半计算的有 啊 主体结构外的阳台 可不可以选可以选对吧 B 外条宽度1.5米的有盖 无柱走廊延廊 那么这个 情况下的话走廊肯定无所谓的话 延廊的话恐怕就不行了是不是 所以这个也不要选啊 对吧 单排助力车棚货棚是不是可以选 是不是 他既然形成棚的这个形式的话 他应该可以可以计算一半面积 啊 计算一半面积 没有声音吗 啊 没有声音吗 然后挑出 外墙宽度1.5米以上的雨盘 没超过2.1米的话 啊 是不计算的 是不是 独立住的雨盘 啊 无论 他的外条宽度多少 都是计算一半面积 二分之一面积 啊 所以选择ACE 啊 ACE ACE 啊 这个B啊 有盐狼仔后面就就不要选啊 如果单独说走廊的话可以选 啊 单独说走廊的话可以选 76期下列项目中按一半计算 建筑面积的有 室内回廊啊 回廊的情况下的话 一般情况下2.2米以上 要要计算全面积了啊 所以这也不对啊 有维护设施的室外走廊 这是可以计算一半建筑面积啊 单排柱的车棚站台 这是可以的啊 主体结构外的阳台是可以的啊 有维护结构的门头啊 不可以的 受承照线的啊 所以应该选择B C和D 啊 76期 77期 关于建筑物面积计算说法正确的是 建筑物内啊 面形凤不应计算建筑面积 这是不是错了啊 并无到治安城内啊 室外台阶按其水平通路面积去计算 咱们注意咱们计算的建筑面积不是工程量啊 工程量是可以按照水平通路面积去计算 但是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这块 台阶是不计算建筑面积的 所以是错了 所以是错了 建筑物 物外有维护设施的挑郎 按结构底板的水平通路面积 去计算 啊 然后之后了先看一下这个先注意一下这个位先注意这个这个这个事啊 然后那个 地下人方通道超过2.2米按期结构底板水平通路 人方通道只要说人方通道都是不计算建筑面积 啊 有维护设施的架空阻浪 按照结构底板的水平通路面积去计算 你看一下这两个C和E这两个 正常情况 他们都是不是都应该是计算二分之一面积 对不对 但是他这两个题都没提到二分之一 为什么要选他俩呢 因为这个要描述 跟咱们上几个讲的那个是这样 你也说按照底板这个位置计算 对不对 位置计算对不对 对吧 没有问题吧 是不是 所以这个题应该选择什么C和E 啊 77题选择C和E 啊 所以啊地下人方通道 无论啊 地下人方通道 这一块 他有没有说 现在目前咱们从咱们现在处理考题当中 他无论有没有说是建筑物外还是建筑物内这个啊 没提到建筑物外这个词的话 地下人方通道 以他也是不计算建筑面积啊 所以77题选C和E 78题 关于建筑面积的计算 说法正确的是 建筑物顶部有维护结构的楼梯间 层高不足2.2米的不计算 应该层高不足2.2米的 应该计算多少 二分之一面积 所以是什么 错 对吧 建筑物外有维护结构的走廊 层高 超过2.2米的计算全面积 建筑物外啊 有维护结构 就是失败走廊呗 受受乘高限制 不受乘高限制 他就应该直接应该按照底板的水平 从有面积二分之一去计算 啊 跟层高没有关系 啊 也不是计算全面积 建筑物大厅内层高不足2.2米的回来 按其结构底板 水平从有面积的二分之一计算 这是对的 啊 2.2米以上的计算全面积 2.2米以下计算二分之一面积 有啊 失败 失败楼梯 按照所依附的自然成水平从有面积的二分之一计算 这也是对的 是吧 啊 然后之后那个建筑物内的变形范 按其自然 自然成合并到建筑物内 这是对的啊 cde啊 啊 cde啊 其实有题 根据 根据啊 建筑面积计算规范啊 按其结构底板水平从有面积二分之一的 项目有啊 注意啊 它是什么 底板的水平从有面积计算啊 底板的水平从有 那么有永久性顶盖无维护结构的霍尔鹏能选吗 是不是错了 有没有谁选呢 啊 这个是霍尔鹏应该按照什么 顶盖的水平从有面积去计算 二分之一 是不是 无维护结构的挑了 啊 按照什么 底板的水平从有面积二分之一 去计算 对吧 所以这是对的 啊 有永久性顶盖无维护结构的看台 是不是顶满 对吧 顶盖的水平从有面积二分之一 所以这是错了 无维护结构的架空走廊 无维护结构肯定有维护设施吧 对不对 那肯定是按照底板的水平从有面积二分之一去计算 这个D是对的 是不是 啊 底板水平从有面积二分之一去 无维护结构的阎狼 即便它形成阎狼的话 应该也是按照住或维护设施外围去计算 对吧 也不能按照底板去计算 所以第一个应该选择B和D 有没有谁选错了 你看有ABCD 你为什么ABCD 你光看了水平从有面积二分之一 你没看位置在哪了 是不是 你不用考虑LM电通啊 就说这说这就说明为什么G2考不过的原因在哪了吧 啊 这大部分人就是审题不清楚 你说你不会啊 我要说你不会完全不会 哎也也不能说你完全不会啊 就看题的时候不认真看 言了你就言了他都按照底板吗 什么言狼是不是按照住或维护设施外围啊 对吧 他多选了个E 来谁选E了下去把这言狼那个那个 那条规则啊给抄五遍啊 有个印象 没好好审题的把整个题抄五遍啊 然后把那答案把那解析也抄上啊 到一会把答案和解析抄上自己自觉点啊 你你你别到时候要给连个小学生那个那种都都赶不上啊 哎就是这里面这里面就像有一些那什么啊 有一些就是家里有孩子天下出孩子啊 这个血排了 什么看着怎么马虎怎么什么事的 然后到自己一样是不是啊 就像这样一样的话就应该要把你儿子烙 把你儿子烙到你旁边让他载个挺看你哪个错了 叫他没事寻寻你 关于建筑面积说法正确的是啊 以木墙作为维护结构建筑物按木墙结构 外边线去计算建筑面积这是对的啊 高低跨啊 高低跨相连同时变形状应记录什么 高低跨低跨内还高跨内啊 低跨内是不是啊 所以这是错了啊 多层建筑物守成应该乐乐角外围水平 应该是乐角以上啊 乐角以上的外围水平面积去计算啊 光按到乐角这边肯定是错了啊 肯定是错了 建筑物变形缝 所在面积按自然称扣除不扣除啊 所以这题应该选A 并入到自然称 二人以下列建筑面积计算计算项目啊 计算应该是计算建筑面积的项目有啊 哪些人是计算建筑面积的啊 地下室的防潮城保护墙计不计算啊 计算地下室的时候含不含防潮城和保护墙啊 不含对不对啊 破地掉掉加工城这计不计算计算啊 建筑物的保护墙计计算计算啊 有维护结构的屋顶的 有维护结构屋顶的水箱件计不计算计算啊 注意啊 水箱件是计算的 如果说是屋顶的水箱啊 是不计算的啊 屋顶的水箱 但是水箱件是要计算的 建筑物内的变形缝计不计算计算啊 所以选B C D E B C D E 82题 应计算建筑面积的有啊 设备的管道城计不计算啊 建筑物内的设备管道城计不计算计算啊 管道城是需要计算 如果是掉顶空掉顶形成的管道夹城 那种是不计算的啊 但是他只如果建筑物内他说设备管道城的话 没在夹着这情况下的话啊 设备管道城是要计算建筑面积 屋顶有维护结构的水箱件计不计算计算啊 地下人方通道计不计算不计算啊 不 建筑物外有维护结构的走廊计不计算 应该是啊 这好像打错应该打维护设施 打错啊 建筑物外有维护设施的走廊啊 这是有维护结构维护设施都应该集成建筑面积啊 他没说不连通的情况下就按连通的考虑 还就变形犯啊 就怎么事呢 就像那宇庞寺里 他如果没说跨城情况下就按不是跨城的考虑啊 这个选B A B D和E 82题选A B D E啊 83题 下列各项计算建筑面积都有啊 无维护结构的史外楼体计不计算建筑面积啊 计算建筑面积啊 史外检修爬体计不计算 检修爬体是不计算啊 爬体是不计算的 宽度为200毫米的变形凤计不计算计算 就像变形凤他没说不相连通的情况下 那他就是连通啊 要注意这点啊 无维护结构的屋顶水箱 他写的是屋顶水箱的话是不计算建筑面积啊 水箱既然是计算建筑面积 舞台后的看台 那个挑台计不计算 不计算啊 所以舞台对话呀 除了舞台灯光控制室 咱们说要计算建筑面积 剩下跟舞台有关系的其他东西都不计算 啊 这个应该选83T选AC 84T以下计算全面积的是啊 以下计算全面积的是 乘高为2.3米的地下商店 是不是计算 地下商店是属于地下室啊 乘高2.2米级以上的计算全面积 2.2米以下的计算二分之一面积啊 所以这个A肯定是没有 A是对的啊 那B选要出来打了 乘高为2.1米的半地下组装室 那么应该是计算多少 二分之一面积是不是 二分之一面积 屋顶上有顶盖和1.4米高 钢管啊 1.4米高钢管围栏的凉棚 凉棚计不计算 你看我给你涂涂凉棚计不计算 凉棚是不计算建筑面积啊 所以是错的 外角宽度1.6米的悬条雨棚 外角宽度1.6米的悬条雨棚 它是不计算的 没有超过2.1米 那是不计算的啊 所以是错的 这些A 85题 85题 这去年的题啊 不下面不计算建筑面积的有 热角 甭管夺厚的 是不是都不计算建筑面积 对不对 不计 你是不是不计啊 可以选吧 规格为400×400毫米的富强装饰性柱 装饰性的柱 是不是不计的 对不对 如果结构富强结构性的柱 是要计算建筑面积 但装饰性的话是不计算建筑面积 挑出宽度为2.1 挑出宽度为2.19米的雨棚 计不计算 计算 对吧 记住二分自己面积 你看这个 你看看 顶边高度超过两个楼层的无助与方 这是不是不计 他如果没没说 怎么跨过两个城高的情况下来的话 那就是按正常的 他要想说的话 那是不是像在底下 就这么描述了 能能理解了吧 啊 所以说你看上面那个体验 直接说这个什么外条宽度超过2.1米 那个你就不用考虑 是不是跨城这个问题 他要想说的话 他他就说了 啊 他就他就会在前面加描述了 啊 如果没说的话就按正常的情况下考虑 像那种跨城的话 你自己出去看看 像那种跨城的雨棚 你能见过几个 那都属于特殊线 都属于特殊情况 啊 不相连同的变形缝 那么 那都属于特殊情况 啊 他如果没说不相连同的情况 那就是相连同的 啊 突出墙面的 200毫 200毫米的装饰性墓墙是不是不计 对吧 那这题应该选什么 A B D 和E 啊 这个 你说这题的情况下 你说 应该丢份吗 不应该丢份的 是不是 啊 这种送粉 这多元 这在 这这这 去年这都这都算送粉的题 是不是送你二粉 86题 不计算建筑命运线地 有刚才是不是都已经讲过了 结构乘高2.0米的管道成 是不是要计算 对吧 乘高为3.3米建筑物通道是不计的 啊 刚才都讲过 是不是 有顶盖的那个 但无维护结构的测法上是计算的 二分之一 是不是 二分之一 啊 这也应该是计二分之一的 没超过两米 2.2米 啊 有那个维护结构 那个乘高2.0米 那水平点是计算的 也是什么 二分之一 那么这里面你你剩下了 虽然这个有瑕疵 你也只能选他了 对不对 不计算 对不对 是吧 虽然这个感觉有应该是室外专用消防钢楼体 他写个有维护结构的专用消防钢楼体 那有维护结构还能算室外吗 是不是这块就打了个问号在这了 对吧 但是你看这多选题情况下里话 那么你已经排除了 A C 和D 那就剩最后两个了 那你只能选他俩 是吧 你这个东西你战略性也得选择他了 是不是 这种就属于战略性选择他 那么你通过这个维护结构来去判断那个死外楼体那情况 这就说 这就来理解 初题老师 虽然写了维护结构 但是他不按维护结构 有没有维护结构这个来考你 对不对 啊 所以这个应该选择B和B和E 按这么理解 八二七题 不计算建筑面积的有 所以不计算建筑面积的有 你们你们有没有 有没有把这种就是说 不计算的看成计算成建筑面积的 有没有 啊 有没有 有没有谁做题把不计算建筑面积 然后最后选择 选择成计算建筑面积的 这样子的话在以前是有的 在以前是那个是有的 啊 就是我以前在八二六点是有 是有的 成高为2.1米的门斗 记不计算建筑面积啊 是要计算建筑面积 计算多少二分之一面积 是不是 没没够2.2米 没够2.2米 啊 建筑物那个大型塑料平台 是不是不计算 不计 对吧 无维护结构的观光电梯 就是没有形成电梯景的观光电梯 那是不是不计算 不计 是吧 有维护结构的五五台灯光控制室 需不需要计算 需要计算 啊 过街楼底下的开放公共空间 是不计算 不计算 是不是 不计算 因为公共的 公共的 所以这里面 这里面应该选哪个 不计算 就选择B 和C 还有什么 E BCE 一定要 一定要注意这个事 去年的 以前移动有的同学就看了 哎呦 我知道 我 我都知道这些选项是哪个计算 哪个不计算 但是我没看题目写的 他我选择不计算的 我把计算里给给选上 确实有这样想 啊 不计 八二八级不计算建筑面积的 有 建筑屋守城地面有维护设施的 露台 你只要看到露台了 他是不是都不计算 对吧 露台四个必备条件啊 再说一遍 甚至在地面上 雨棚上和屋面上 是吧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 可出入 啊 可以正常出入 第二条件 啊 第三个必备条件有维护设施 啊 第四个必备条件 没有顶盖啊 没有盖啊 这四个条件同 而且必须的同时满足才能称为是露台 啊 那么 这是不计的 对不对 不计啊 兼顾消防与建筑物相同的室外高楼体 需要计算 是需要计算的啊 必须的室外专用消防高楼体才是 不计算建筑面积 你兼顾消防与室内相同的楼梯啊 作为楼梯 作为建筑物通道情况下的话 这个楼梯是需要计算建筑面积 啊 所以这是计算的 与室外与建筑物相连接的室外台阶 是不是啊 不计算 不计算 与室内相同的变形范 是不是需要计算 计算 形成建筑空间结构 镜高1.5米的坡顶 应该是计算二分之一面 计算二分之一面 对吧 对吧 哎 我 舅舅 对 我去马上没变 好了 所以这个题应该是选择A 然后和C A和C B怎么选B呢 B是需要计算建筑面积的 啊 谁怎么能选个B出来呢 你要选个B出来就是离A都不远 啊 讲义上有看起来很讲义啊 讲往下讲 我先把题讲完 最后一会一会这样单流 89啊 不计算建筑面积都有 室外台阶 他都已经出现过多少次了 是不是不计 对吧 不计啊 空空调室外啊 空调室外 鸽板是不是不计算啊 空调板就不计算啊 屋顶可上任的路台是不是不计算 对吧 与建筑物不相连的有顶盖的车棚 这有顶盖车棚是不是需要计算 顶盖水平层有面积的二分之一去计算 对吧 啊 建筑物的边形状是不是需要计算 对吧 所以这题应该选以BC啊 就是不计算建筑面积 这个真是每年必考啊 一般都在多选题 关于建筑面积计算正确的是啊 过街楼底 过街楼底上的建筑物通道 按通道底板的水平通道面积去计算 这是不是错了 这个通道是什么 不计算是不是 不计 建筑物露台按文护结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 是不是也错了 不计的啊 外条宽度啊 外条上1.8米的无柱雨棚不计算 这是对的 是不是 室外台节不计算 这是对的 挑出宽度超过1.1米的 室外 不计算建筑面积的事 单重建筑物利用破屋顶 静高不足2.1米的部分 不足2.1米 还有1.2米 几以上 到2.1米以下的那部分 几乎二分之一 不能说 不能说不计算 对吧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什么 错了 不能选 单重建筑物内的局部二成部分 计不计算 是不是应该计算 是不是应该计算 所以这也是错了 多重建筑 多重建筑物利用的破屋顶 静高不足1.2米的部分 不应计算建筑面积 这是对的 是不是 外条宽度大于1.2米 但不足2.1米的雨棚 是不是不计算 你不用点网络外体有助 这都已经挑了 是不是 就是无助的 不计算 所以这可以选 然后是建筑物外台阶所在的面积 不计算 这也可以选 所以C D 可以 好 嗯 嗯 这怎么了这个 选3.5 这不是不计算建筑面积吗 这选CDE没毛病吗 这怎么事 就是EC怎么都选CE了 我跟他们全部打这CE是怎么事 那这雨棚这 雨棚这块怎么还都在那边明白了 92题 不应计算建筑面积的项目有 不应计算建筑面积的项目有 建筑物内的电行景需不需要计算 需要计算并入到什么 自然城内 是不是 建筑物的大厅回廊计不计算计算 按底板的水面头有面积 去计算 层高2.2米级以上计算全面积 2.2米以下计算二分之一面积 对吧 计算 建筑物以外的地下人方通道是吗 不计的 所以应该选这个 是不是 所以应该选这个 建筑物的变形范计不计算计算 冰入到自然城内 高级八千连时 冰入计划内 93题不应计算建筑面积的有 不应计算下去 建筑物的塑料平台计不计算不计是不是 不计 建筑物小建筑物内 那东西内肯定是通了的 对吧 小于小于等于50毫米的沉浆范计不计算 这也是计 甭管缝多宽 他都是要计算 建筑物顶部有维护结构的水箱点计不计算计算 注意水箱点 水箱点不是水箱 是需要计算的 注意这个2.1米宽的雨棚计不计算 2.1米宽的雨棚计不计算 是不是计算 然后死败空槽计划是不计算的 是不是 所以应该选A和E 有没有谁选D了 2.1米宽的雨棚 外调宽度超过2.1米的雨棚 超过雨棚就等大于等于2.1米宽的雨棚 谁选了 是不是 谁把这错误选项选了 我还是说那句话 他没说跨城的情况下 你不要考虑跨城 没说跨城情况下的话 不要考虑跨城 90世纪 建筑面积计算规则 建筑屋顶无维护结构的水箱 注意 建筑屋屋顶无维护结构的水箱 建筑面积应该是怎么的 选择哪个 不计算建筑面积 有没有谁选错了 有没有谁选错了 成功2.2.2米 成功2.2米 不计算建筑面积 有没有谁选错了 没有 没有还行 简单胜术 你能够 你又不能好说 说我没有 俩了 把它开成水箱箱的是不是 就是把它当成了水箱箱了 对吧 一定要把关键字全了 像这种水箱水箱箱一字字擦这种关键字的情况下 一定要注意了 啊 95题 下列 内容中不应计算建筑面积的是 旋调宽度为1.8米的雨盘 不计 走旋调的有注吗 不能有注 是不是 不计 与建筑物不相连同抓着一些阳台 是吗 不计 用于检修史外的钢楼梯 检修史外的 它是它能与建筑物相连同吗 它主要检修要卖墙这一类东西 正常来说它是应该是补济的啊 它这个是补济的 用于它说 用于检修情况下的话 就是代表了它不与建筑物相连同 明白吧 啊 补济 静高不足1.2米的单程建筑物的坡 这是补济啊 层高不足2.2米的地下室 应该是 二分之一面 可能就是这个 是不是 这个唯一就是这个检修的史外钢楼梯 它如果说爬梯的话 可能就大家就能知道 但是如果它说钢楼梯情况下的话 就 因为它是主要用于检修 而不是与建筑物相同 所以说它这个 是正常就是正常来说是补济算 啊 不计算 没有事啊 这个战略性 你像比如像四个选项 你这个实在拿不准情况下 你可以不选 是不是 你你你已经选了三个 特别准上的情况下的话 啊 就可以了 啊 就可以了 这是咱在考场上做了一些 那个战战略性的那个调整啊 你像这个我就是拿不准情况下的话 那我就在我就我就不要下笔 啊 但是这个用于检修史外的 用于检修的史外钢楼梯 就是与建筑物不相连统的啊 那种钢楼梯是不计算的啊 然后之后的那个 根据建筑面积计算规范 不应计算建筑面积的有啊 不应计算建筑面积的有 再来 咱们来看一下 建筑物外外墙外侧的保温格热层啊 计计算是不是啊 建筑物内的变形范是需要计算的 有维护结构的家伙手廊肯定是计算的 是不是啊 按照维护结构外围计算全面积啊 屋顶的水像没带结是什么 不计算啊 不计算全地啊 比如细题 根据面积 根据建筑面积计算规则 不计算建筑面积的事 啊 不计算建筑面积 成高在2.1米以下的藏管 看台下的空间 这个应该我打错 这个应该也打成镜子了就好 是不是啊 不计2.2米的单层 不计2.2米高的那个单层建筑物啊 单层建屋 那个应该计算二分之一面是吧 成高不计2.2米的立体车库啊 是那个应该计算二分之一面啊 外条宽度在2.1米以内的羽毛是不计算的啊 不计算 所以这应该选D啊 选D 最后一题 98题 根据计算规范 不计算建筑面积的有 有维护结构的水氧圈记不计算 计算是不是 这个是有维护结构的水氧圈 无维护结构的凹样台 甭管是凹样台和凸阳台 它是不都应该计算建筑面积啊 是不是 只要是阳台 它肯定计算建筑面积 只不过就是主体结构内计算全面积 主体结构外计算二分之一面积 它肯定得需要计算建筑面积 对不对 突出墙外的180毫米以上的腰线 腰线它是属于一种装饰性 装饰性 刚才稍急啊 也没也没找到 也没也没找那个腰线那个图片 是不是 他说后期你们谁要不明白的话 谁要不知道什么叫腰线的话 他说你再给你再告我 再给你找那图片 但它主要是起装饰性 因为钻线外面出出一层抓那种线条 它是装饰性 所以它是什么 不计算建筑面积 室外楼体是不是需要计算 是需要计算的 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这块98毫体给大家讲完了 这个刚才有同学们考几份 以前考6份去年考了8份 就这27条考8份相当来说性价比极高 今年能够还像去年怎么样 是把第5上的那个内容分子提高那么大 谁暂时也不知道 所以说你至少 最低你得按6份准备 高一点得按8份准备 是不是 所以规则这一部分你必须得熟练 第二个就是你审题一定要审清楚 你有些不该考虑的地方你不要瞎考虑 第二个有些就是像你想的那些 外面写到那些东西 考试根本不会考你 就是这么事 然后哪块不明白的话 现在讲完了 这样完事都清楚的同学可以测了 然后不明白同学可以留下继续提问 下周开始咱们开始回归定点讲课了 咱们的公开课这一部分就算完事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 就是公开课就是给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学习这种形式 包括知识点的讲解 包括就是这个题目的讲解 是吧 你觉得合适的情况下 你就上我这来报本 我这现在也不贵 现在350对吧 每周一三五讲课 每周一三五晚上8点盯定直播讲课 然后平常时间课后答疑 大家也看到平常时候 我跟大家说一般情况下 2点之前我都在 几乎我都在 是吧 所以说就是这么样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东西你受不了的情况下 或者说你觉得不适合你的情况下 你赶紧找已经报名的同学赶紧找小杀退费 那过段时间 我下班上公众地址结束后 你要再过来找我退费 我可不我可不给退了啊 啊 就是就是这么就是这么事 啊 你其实你你要说哪题啊 选啥 你不要着急 一会给你发答案 你哪个选项不明白 你再问我 是不是 对吧 你要说哪个选啥 有前面还有同学 前面都没听着 你过来我再从头给讲一遍吗 是不是 你不要问那个哪个题选啥啊 你就说哪个哪个选项不明白 我给你讲哪个选项啊 69题的A和C为什么不对啊 69题的A和C 旋条语棚 你旋条语棚 它是不是说过宽度的限制 是不是你外条宽度超过2.1米以上的 才能计算二分之一面积 你要没超过2.1米 是不是不计算这样的面积 所以你单独说旋条按水面团面 计算一半 是不对的 是不是不是说所有宽度的旋条语棚都计算二分之一 对吧 第二个选项宽度为1.1米的阎狼 按水平头的面积 他应该按照什么 住 或维护设施外围 你选项出来的阎狼这个东西 他既没说按照住也 没说按照维护设施外围情况下 所以他这个也是不对的 明白吧 啊 88题的A选项 88题的A选项 怎么露台啊 不计算建筑面积啊 露台不计算面积 那个露台那四个条件在讲义上都有啊 正在地面上屋面上 那个 雨棚上 有维护设施 可出入屋顶盖四个条件必须同时存在就是露台 露台就不计算建筑面积啊 B选项 兼顾消防 与建筑物相连同的史外楼梯 咱们说史外消防 那个 钢楼梯不计算建筑面积啊 这是必须的史外 消防 专用 注意 专用 消防的钢楼梯 才能不计算建筑面积 如果你是兼顾消防 或者与建筑物相连同的这种史外高楼梯 是需要计算建筑面积啊 这是咱们规范规定的东西啊 规范规定 看看啊 史外扒体 史外专用消防钢楼梯 当钢楼梯是建筑物通道 兼顾消防用途时应计算建筑面积啊 专用消防钢楼梯不计算建筑面积啊 当楼梯 钢楼梯是建筑物唯一通道兼顾消防用途时 折应按史外楼梯相关规定计算建筑面积 他讲一道给你写的明明白白的呀 对吧 啊 95题的C 95题的C 就这个如果是检修的这种钢楼梯的情况下 他一般情况下 就像我在外头做做一种检修的这种形式的楼梯 他也不是专用消防 就在外墙做一个检修这种楼梯的话 那也不计算建筑面积啊 懂吧 他有点类似像跟这种party的性质是一样 懂吧 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它是正常来说它是不计算建筑面积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在考场上战略性的话 你不选它 你不选它是可以的 啊 因为这种东西你对它不俗 啊 属于类似有点超出教材外的东西 那么 你可以战略性的 因为你这边都已经选了三个了 是不是 咱就不差这0.5分了 保分 保分为准啊 四四把95提的币 我先看95提的币 与建筑物不相连通的装饰在装饰性里 在装饰性里 它都是什么 不计算建筑面积的 这种不连通的情况就是你只能从窗户翻过去 或者从洞转进去的情况下 那种就就是与建筑不相连通了 这样起来的话 就是不计算建筑面积的 12提的三乘办公室 顶上有9.2米 9.2 你走2.8乘3了 那你说那三乘是不是是不是2.8米了 你为什么要计算一半呢 你画个图 你画个图 好吧 78提的第一选项 我理解是形成一个整成的 正确无瑕词 应该是死外楼家 随便随便随便 并入义 7.4吧 7.4吧 7.8 7.8 7.8 等等等等等等会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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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 啊 7.8 7.8 提哪个 这个 这选我理解是怎么考虑 嗯 倒是是那么是 但是我觉得有了一考证 他按十倍逻辑所依附的赞争 选择投手面积二分之一计算 这个可能是我 这个因为这个题本身是我改的这个选项 可能是我没改的没太好 但是如果要这么说的话 那个 但是我就怕有老是触题他会这么说 你知不知道 那这么说的按他的意思情况下的话 也有可能是对 你先选的吧 对 以前我说的意思就是 你要是整个这一层的水平 投手面积的二分之一 你知道这么理解倒也对 外调一般都是悬调 四十九七的C 说的成数不是建筑物面积 为啥成数不是自然成立成数呢 哎 加伯亚妈咪 哎 什么按照 谁选项 成数按照一负成去计算 一负的自然成 那你成数你能按照自然成 自然成六成情况下 你死外楼梯能按照六成算吗 对不对 你死外楼梯增长比自然成少一成啊 对不对 一负的自然成 啊 能能理解不 你没说上天台的那种形式 你就不要考虑他上天台那种形式 你从上次你看过 你上天台的形式 你就不要一见妹说上天台 行不行 好吧 一见妹说上天台 你按正常 你按正常人的 不是按正常的楼梯 考虑行吧 实外楼梯考虑行吧 好吧 啊 总共 你总共五成 我哎 不是 人家说人体干给你个总共五成 我是死外楼梯啊 我是死外楼梯啊 我死外楼梯 我就安安两层死外楼梯 可不可以啊 你要是觉得不可以的话 我明天我给你找一个 我就安个死外死外的这种两层楼梯 可不可以 我我内部还有别人 我们内部可能还有别的楼梯 下里存在呢 像这种形式 你知道大街上看经常能看到啊 特别是在一些单位上经常能看到啊 我觉得在这上面设置一个两层的死外楼梯 不可以吗 是不是 题目告诉你 我在设置死外两层楼梯 可你在二层 可你在二层处设置一个死外楼梯的情况下的话 它是两个概念 明白吧 啊 六十一体的变形凤为什么不计算变形凤已经含在建筑物内了 明白吧 你算建筑物外面的时候变形凤已经宰里头了 懂不懂 啊 你看不看到这种变形凤 来来来找找找找 你这是不是变形凤他所在的那个面具啊 你算整个建筑物外围的时候 你这变形凤已经含在里头了 是不是 你算整个这个建筑物面积的时候 你这个变形凤是不是含在里头了 这是不是通的 啊 我没成网红你先成网红了 七十九提一 所以你算刚才你算整个变形凤变形凤已经含在里头了 啊 七十二提的D 啊 七十二提的D 七十二提的D 其实以七十二提的D立体测库怎么啦 七十二提的D 他应该他是按照什么底板去计算的 底板的水平扯扯面 你这不符合提议啊 所以你这个就不能选择错的 是不是 七十四提的D 顶着无维护结构 你无维护结构怎么能形成水箱件呢 你告诉我 你能你怎么能形成一个方件呢 七十四提的D 七十四提的D这个就缩立太绝对 刚才跟你讲已经缩立太绝对 两个你架空城有顶盖无维护结构 是不是乘高2.2米 咱还计算全面的呢 那个立体测库有没有顶盖有顶盖 可不可以无维护结构 有维护设施可以吧 是不是 他是不是也可以按照乘高去计算全面的 按照乘高超过2.2米计算全面的 两个这个事就把这个这个东西就给绝对性给它推翻了 所以这个像这种太绝对的情况下你就不要去选 包括咱们 咱们以后 咱们以前做以后前面前市长提的时候 有一些说必须 什么什么的 特别特别绝对的事情就不要选 有可能就错误选项 啊 你就注意舞台那个除了舞台灯光控制是后面的一些挑台啊什么的就不要 他就像布景类的做了那种挑台 要不各级院做布景挑出来那种挑出来那种阳台那种形式的唱歌上边是罗密欧下边是朱利益那种 上面是上面是朱利益下面是罗密欧那种的啊 那种出来那种挑台那种是不计算的明白吧 啊 78题的递选项能否表达有误 78题的递选项 这个确实我感觉应该有点我应该是我应该编的不是太好啊 当然我编我当时我改修改的意思想是按那种意思去修改 但是可能没编好啊 按所依附的自然程水平脱水面积的二分之一去计算应该是 按所应该按其水平脱水面积的二分之一并入所依附的自然程这样也能好一些啊 行了没有啥事我就吓了啊 一文文号给大家串录博有会有些有一些着急看录博啊 就不搭乱他们时间行吗 看来下来空间和空间是一个 可以可以是一个可以是一个意思啊 别别 该杠没有事你我就是 就是加磨养妈咪啊就是杠的时候不要杠的时间太长了 你要有咱俩可以下去单独杠这个没有事啊就是 那个 没问题我这玩意咋干不不打不成脚是吧啊 如果我还是喜欢没有事有一些不懂的问题咱俩就是互相讨论一下 但是说有但是你要考虑一些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东西啊它符不符合实际啊 把这个先考虑好之后啊 没事啊 别有什么负担啊 有的时候开玩笑啊 我老是十点了啊 我先下了 有问题上群里问吧 然后之后那个礼拜 礼拜六啊 礼拜六上午九点啊 解答群那个开放那个就是解答群开始那个问题揭楼啊 问题揭楼前两天已经带大家做过两次了啊 然后明就是明天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问题揭楼啊 谁如果歪歪楼了的话 我肯定给你进言啊 你就被提问了啊 就是一个接一个问完之后了 然后礼拜天晚上啊 叮咛自博照测试一下叮咛 然后宣布一下圈轨 然后顺便把你们所提的一些疑问 我给你们集成再解答一下啊 行吧 歪楼又啥意思 就是你你这种人家都在那街楼 你啪啥来一句别的 这种这种叫做歪楼了啊 人家都是在这提问的时候 你突然说个别的 说个你你说一个那什么来一句 那个不忘记怎么安装啊什么的 那种那种就叫歪楼了啊 谁要歪楼了 我就肯定给你进言了啊 对 礼拜天晚上叮叮直播啊 最好测试一下叮叮咛 咱礼拜一好讲那个工程地址吧 哦 好了 反正我下了啊